9月11号,A股五评视频,大家好,我是旺财经 大盘今天低开低走又创了新低 而串买值呢,目前是逆势上涨了1% 给出我的观点 同时我们去聊6个板块 银行、券商、光伏、游戏、能源金属还有电池 这是在今天上午做直播的时候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几个方向 来谈谈我的观点 我们第一个还是要先看一下我们的上升指数 大盘今天低开低走,刚刚创新低是2717点 成交量今天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 跟昨天基本持平 而个股呢,现在是3455下跌 上升股票有1700价 那对于大盘的观点 那么我们基本维持昨天收平的观点不变 给大家读一下 就是第一,昨天下个线我们谈到的并不是什么企稳信号 因为没有出现放量,更谈不到什么观点反弹 现在不要去猜测底部在哪里 说2700、2600,不是猜测底部的时候 目前也找不到有效支撑位 而目前考验的是什么,是应对策略 一个是长线的分批定头 一个是短线轻大盘中个股去苛刻悬股折时 然后仓位控制在四层以内 我们依然要承认各位 现在大盘走得很差劲 但是个股上面上还是那句话 有机会 过去这大半个月行情里面 你们可以去看 每天的个股涨跌加速 你们去统计一下 其实并不是出现那种持续的普跌行情 而是普涨一天 普跌一天 基本上普涨天数可能要比普跌天数还要多一些 所以轻大盘中个股 当然短线仓位要严格控制在四层以内 这是上线指数 那再聊一下创业版 创业版指呢 今天是上涨了1% 那对于创业版指 我们在今天早上直播所提到了 这指数我不建议各位去关注 为什么 因为它过去的走势太弱了 这波下跌流畅下跌 创新低是大幅创新低 对不对大幅创新低 然后最近的成交量 在这一天有一定方量 但其他时候 你看最近的七八天 量还是比较沉稳 量还是比较沉 目前还是下跌趋势 还是下跌结构 这点没有变 还有就是创业版会很容易受到一个 或者两个全能力的影响 比如说就像这个小宁 对吧 它的一个涨跌会严重的影响到创业版指数涨跌 所以这个指数本身是不稳定的 而且下跌趋势下跌结构 之前跌的太狠了 跌的太狠了 所以不能够因为今天这一天的上涨 就觉得它往上大涨了 这种成功率并不高 不建议各位去关注它 而比创业要好的指数 其实中两天比创业要好多了 中两天之前创新低 只是小幅创新低一点点 而最近也是有十天没有去创新低了 是不是 恋爱关系就比创业要更强一些 也比创业要更强一些 所以如果说你去关注创业的话 你还真的不如去关注中两天 中两天 好 然后我去聊板块 第一个板块我要去聊一下银行 银行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低开低走 目前是大跌了2.2% 那对于银行我们依然维持之前的思路不变 各位 银行我们已经讲了六天时间了 当时这波下跌 跌破了这个上工结构解析会之后 我们开始预判银行未来会走一个高位的宽幅 正当的乡体 那么现在是寻找相提底部的过程 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反弹 我们一年前未来能够有反弹 但是短线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说要明确止损 或者说明确最大风险 明确最大风险 那最大风险我们要控制在5%以内 控制在5%以内 就是我们既然是小仓位 在博弈这样一个乡体里面的这种反弹节奏 那么我们给他最多5%的风险 只要风险在5%以内 我们可以继续的去期待这种乡体内部的这种往上的反弹 但如果说未来银行又往下跌又往下跌 我们所承担的风险达到5%了 要怎么办 要认错 要认错就可以了 而在这样一个中间阶段 不要有就是没有必要过度的焦虑 没有必要这个 一会想这个一会想那个 就是像我昨天说明说讲的 要明确底线 思路清楚了 思路清楚了 投资也就轻松了 底线破了就认错 不破底线 我们依然期待未来有相提的反弹 好 这是第一个板块银行 第二板块就聊一下券商 券商在今天是一个找盘 有一定的冲高 低开冲高 现在是冲高回落 那对于券商 我们依然维持观点不变啊 各位 就是券商上攻结构 券商是一个上攻结构的一个板块 目前是处于五浪拉升的节奏 五浪拉升的节奏 那么底线呢 我们不画到这了 还是画到这 底线就是四浪的这个最低点 对吧 明确底线 期待券商能够去站网上涨一涨 站网上涨一涨 那么压力在哪里 压力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哪里 看到周一的最高点 也是上方这一条120日均线位置 这是上方的一个小压力位 所以短期如果能够去冲高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考虑去做一些短线的下车 在当天这个价格 这种冲高回落 或者最近这种洗盘 低开高走等等 实在是无需波动 或者实在是洗盘也好 总之明确底线 期待五浪往上急于拉升 甚至说期待五浪能够往上创新高 所以券商我们依然看好 然后再两个是游戏板块 游戏我们在最近的四天反复去讲 游戏现在是一个上角 对吧 游戏已经是连续了五天 收盘价占上60均线 这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方向 一个攻击方向 力量能过去一个月明显放量 过去一个月 配现在低位震荡叙事 对吧 力量价关系不错 占上60均线 那么接下来依然期待游戏能够往上涨 涨出一个类似于上周四的阳线 好吧 底线呢 底线就是上周四最低点 所以有一板块一眼我们看涨 一眼看涨 再两个是这个光伏 光伏在今天是上涨了百分之二点三 有朋友在今天直播问了 说光伏能不能去做 光伏还会涨吗 那我来说光伏 我不喜欢它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下 光伏在最近的段时间 没有出现明显放量 然后你再看这个位置成交量 这个位置成交量出现明显放量 放了过去一年两年就大量 出现一个大阳线 但是呢 受制于60均线 随后又往下大路创新低 那这里呢 这里连量能都没有出现放大 对吧 现在是压自己60均线 所以光伏现在没有机会 还没有机会 就量能不给力 价格也不给力 之前有前科 你看 放量大涨又创新低 这里横盘又往下下跌 是不是 那光伏给他去提供一个条件 如果说未来没有满足 连续三天站上60均线 就不要关注他 必须满足连续三天站上60均线 再关注他 因为没有攻击信号 你去做 其实成功率是比较低的 成功率是比较低的 还有个能源金属 能源金属今天是一个大涨 大涨了5% 量能现在出现明显方量 超过了 已经创了过去7天的这大量了 现在才11点17分 就上午就出现明显方量了 但是价格呢 价格大涨 但是没有占上60均线 没有占上60均线 所以强势并不是很强势 就是单独看这一天 好像很强势 但是看整个K线图 好像并不强势 对吧 因为没有占上60均线 还是处于60均线压制以内 整体结构不好 所以我们不能够 不能因为一根K线 就判断整个 K线的强弱 而要看它整体的结构 整体的位置 整体的均线排列 而能源金属今天走得很强 走出两个掌听板 在整个板块 持育性 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只有说 它真正的收盘 占上60均线了 可能再洗盘 再占上 才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而至少目前 一定不要去追 让你再看一下游戏 游戏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占上60均线 洗盘 又占上60均线 又洗盘 然后这里才开始站稳 对不对 所以能源金属还差着呢 还需要继续的洗盘 占震荡 才可能往上游拉升 那再两个板块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是电池 电池今天涨了 板凳2.6 电池现在是 占上60均线的 但还没有收盘 我就假设 它今天站上60均线 对吧 你看这里 站上60均线 然后洗盘 然后今天又往上冲 我现在等尾盘的 等尾盘 看它收盘价 到底能不能站上60均线 如果到尾盘 收盘价 依然能站上60均线 那等再洗盘一下下 我们才能够去期待 往上有拉升 对吧 但如果说到今天尾盘 收盘价又处于60均线下方 那电池板块也还是 还是不值得去看 但总之 其实我们去对比一下电池 包括说像能源金属 那我们发现 其实像游戏 它的一个图形 要相对更好一些 是不是 是不是要更好一些 所以市场有没有一定的机会 其实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关键是在于我们要去花功夫去选 要去做一个对比 成交量去做对比 价格去做对比 均线去做对比 等等 包括其他一些维度 好股票是对比出来的 是要认真的去选出来的 而机会是要等出来的 好 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的市民 要表达一些思路 明确底线 明确底线 筛选更强势K线图 耐心等待跌出来的机会 以小拨大 好 最后呢 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网网采金达大A 那么听到这里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 打个518 再见